现在我们进行基本技术的教学 基本技术我们讲两个 第一个是基本手型 那么手型包括四点 第一个是掌 第二个是锤 第三个是钩 第四个是腕 就这四点 那么我们首先教掌型 掌型有几种 我们今天就介绍引派掌的硬掌掌型 大家看一下 四指并笼 并紧 虎口成圆 大拇指挥钩 掌心内心 不管是这样 是这样和这样都是一样 那么它有几个名字 这样叫树掌 这样叫下树掌 这样叫阳掌 这样叫腹掌 这样叫立掌 这叫下立掌 这就是掌的基本技术范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讲锤形 四指握紧 大拇指压在二指和中指之上 全要钻紧 要钻紧 这是它的基本要领 那么它有几个名字 这叫立锤 这叫反锤 这叫扣锤 这叫平锤 就这个 这个简单 勾 大家知道勾 就五指并笼 下钩 五指并笼 捏紧 向下 那么这叫下钩 往上叫上钩 侧叫侧钩 基本上就这些方向 还有腕 还有腕 也是跟钩琴差不多 但是要突出腕部 也是五指并紧 掌 往里 尽量往里伸缩 突出腕尖 这就是腕形 好 我们第二节讲步行 讲步行 第一个是龙蹲步 这是八国掌的最主要的 之一的步行 注意 看 一脚前身 一脚曲起下蹲 坐胯 上身要挺直 步法一般的是一个脚长 前脚一个脚长 这个一个脚长 前脚要直 后脚后跟 离摆 不超过45度 曲起下蹲 这就是八国掌 最有名的步法 叫龙蹲步 第二个 是虎坐步 大家先演习一下 看 我测试一下 我测试一下 虎坐步 后一般的前脚前脚前脚 一般的三脚以内 三脚长以内 二三 两脚相距三脚长 前脚微理扣 微理扣 后脚根里摆 一般在45度以内 曲曲下蹲 我做起来 越低越好 以前这两个步法 它形成三盘做法 也就是说这两个近似 那么叫上盘 就是说腰胯不动 直腰胯 曲腰胯 直腰胯 叫上盘 曲曲腰胯 叫中盘 下蹲 这个打平 这叫下盘 所以这两个步 就是分上中下三盘 好 第三个 马步 一脚支撑 另一脚外开 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 要领 一般 步法 这个一般的水 两脚半 两脚半 一二三 两脚半 两脚半 两脚 脚长的2.5倍半 就是一二三 就是一二三 站的时候曲起坐胯 曲脚不允许超过脚尖 胯 不允许绝胯 上身之力 头顶向树 含胸 背 肩有点内扣 胸有点放松 小腹要放松 趴腰 溜臀 吸胯 第四个 公布 公布跟马步的布局要求是一样的 也是三脚 三脚长 三脚长 那么前腿公 最小 膝尖跟脚尖垂直 大一点更好 后腿不要绷着太直 前脚尖要直 后脚尖外摆 膝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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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头 下可 θ 肪尖 膝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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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脚支撑 膝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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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腿伸直为准 上体侧扭 上体要侧扭 抬头侧扭 起的时候一定要牵冲 一定要牵冲 不要乘钓鱼的事 这样过来 不要这样 牵冲 第六个 第六个是屈部 屈部 一脚支撑下蹲 一脚 脚尖点地 一脚抬起前面 脚尖点地 曲起坐框下蹲 再做后来做一次 左脚一般一脚慢 它的步骤一般的是一脚 一脚脚距 下蹲最大 第七行 叫钉木 一脚支撑下蹲 另一脚提起脚尖点地 下蹲 你看 好 一般呢 基本上 两脚 一横脚远 一般停在这儿 钉在另一脚的脚心上 下蹲 下蹲 第八个 斜步 斜步 看 一脚迈起 另一脚在另一脚的后边 下叉 下蹲 两膝相握 两脚尖 外延着地 第九个是扣步 扣步分派别来做 我们现在就只做引派掌的 引派硬掌的扣步 好 大家看 这叫八字扣步 八字扣步 扣的时候 两脚 这个脚尖 这是脚尖 我们扣在另一脚的里沿 它的距离 一般呢 最小是一个横脚 最大是一个竖脚 扣步的时候 一定要 屈屈下蹲 你看 还要扭 上身要侧扭 根据章法不同 侧扭 第十个是白步 白步 你看 这一般的在扣步条件下 进行白步 我们现在单纯的说白步 两脚并起 外开 你看 这个脚掰的时候 一般来说 是两脚长 不计是两脚长 要屈屈下蹲 脚尖 脚尖 微理合 微理合 一般这个脚 不动 不动 你看 因为它硬长的练法就不一样 这是固定的 要是如果引脚长的固定法 你看 是这 是这 这叫拧掰 拧掰 拧掰步 你看 后脚 支撑脚的脚 脚跟提起 顺着向外摆 看 它的布具要领都是一样的 好 第十一个 就叫脸部 脸部在一般情况下 是运动当中的一种步行 看 一般上部 转身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布具 根据具体桥 条件来定 那么最主要的是什么 最主要的要领是 两脚 跟同时提起 用甩夸的力量 后甩 或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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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